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由德国政府、台积电、博士、英费林、恩智浦共同出资的、ESMC德勒斯等金元厂专案融资正式获批启动。 德国经济部在12月中旬宣布,已同四家企业就该专案签署了合同协议。 ESMC德勒斯等金元厂整体投资规模将超100亿欧元,德国政府方面资助约占半数的50亿欧元,台积电出资约35%,另外三家欧洲合作伙伴分别出资约5%。 该工厂将在300毫米尺寸及12英寸的锡精元上,生产28奈米至12奈米成熟制成的车用工业半导体产品,满载10月产能将大约4.17万片金元。 ESMC精元厂的产能将向欧洲中小型和初创企业精血,而在危机情况下,该厂将努力优先考虑欧盟和德国的订单,以保障当地供应链安全。 德国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表示,这项投资是德国作为工业和技术中心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非常高兴终于能批准对ESMC晶片工厂的投资。 他将创造就业机会、附加值和创新,这将使他们更具竞争力,减少对全球市场的依赖,并对他们的数位未来进行可持续的长期投资。 台积电作为高度创新的全球晶片代工市场领导者,与博士、英飞玲和恩智浦等领先的半导体公司,共同在此投资。 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德国为微电子等关键技术的投资提供了具有吸引力和可靠的框架条件。 台积电董事长兼总裁魏哲嘉表示,德勒斯等先进晶片工厂的建设和营运的联合投资正式宣布获得批准,标志着他们在加强欧洲半导体生态系统方面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他们将与合作伙伴博士、英飞玲和恩智浦一起通过德勒斯等工厂满足欧洲客户和合作伙伴的半导体需求。 他们衷心感谢德国政府一如既往的支持。 他们相信ESMC将在支援全球半导体市场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ESMC执行长Ray TrueM表示,通过ESMC位于德勒斯等的先进生产设施,他们将把台积电的创新制造方法带到欧洲。 根据他们的使命,他们将建设一座环保型工厂,利用现有技术和创新技术保护环境。 这包括节能建筑、水循环、利用和获得利益认证。 ESMC总裁Christian Kowicz则表示,德勒斯登基周边地区拥有欧洲最大的微电子生态系统,包括公司、供应商和教育机构。 他们期待与当地实力雄厚的合作伙伴合作,进一步发展萨克森州、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半导体生态系统。 台积电把成熟制程带去欧洲之余,过去一年多里,市场对人工智慧、AI晶片的需求高涨,导致灰达的资料中心、GPU公布应求,也让台积电的CoOS封装产能非常吃紧。 虽然目前AI加速器没有采用最先进的工艺,但是严重依赖于先进封装技术,使得最终产品的供应取决于台积电的先进封装产能。 据Trendforce报道,台积电积极扩充CoOS封装产能,以满足市场的需求。 多个专案正在同步进行,包括台积电已经收购了群创光电的位于台湾台南的工厂AP8,计划在2025年末开始小规模生产。 北部的新建AP6B已于12月初获得了使用许可,今年5月开工的嘉义工厂建设进度加快。 框架已出具规模,台中的AP5B预计2025年上半年开始营运。 目前,台积电的CoOS封装产能大概在每月3.5万片晶圆,约占总收入的7%到9%。 预计到2025年末,月产能将提升至每月7万片晶圆,贡献超过10%的收入。 到了2026年末,月产能将进一步扩大,提高至超过每月9万片晶圆。 根据统计数字,从2022年至2026年,台积电CoOS封装产能大概以50%的复合年增长率,CAGR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AP8的建筑面积可支援每月4万片到5万片晶圆的生产能力。 理论上,台积电全部用于CoOS封装生产,可以继续拉高产能,不过大概率不会这么做。 预计这里会是一座综合体,将为SOIC系统集成晶片、CPO协同封装光学器件和FOPLP扇出面板级封装合理分配空间和产能。 然而,原水解不了尽可,台积电把触手伸向海外成熟制成的时候,联电自然是压力山大。 现阶段先进封装领域爆红,联电积极抢劲并传出捷报。 夺下高通高效能运算HPC先进封装大单,将应用在AIPC车用,以及现在正热的AI伺服器市场,甚至包括高频宽记忆体HBM整合。 联电迎来业绩新动能之余,更打破先进封装市场由台积电独家掌握的态势。 联电不对单一客户回应,强调,先进封装是公司积极发展的重点,并且会携手支援、系统等此公司,加上记忆体供应伙伴画帮,携手打造先进封装生态系。 联电布局先进封装,目前在制程端仅供应中介层Interposer,应用在RFSOI制程,对营收贡献相当有限。 全球所有先进封装制程生意仍被台积电掌握,随着高通有意采用联电先进封装制程打造HPC晶片,等于为联电打开新生意,并打破先进封装市场由台积电独家掌握的态势。 业界分析,高通为了拓展AIPC、车用及伺服器等市场,将采用联电的先进封装晶圆堆叠技术,并将结合POP封装,取代过去传统由希球焊接的封装模式,让晶片与晶片之间的续号传输距离更近,达到无需再透过提升晶圆制程,就可提高晶片运算效能的目的。 法人指出,先进封装最关键的制程,就是需要曝光机台制造的中介层,加上需要超高精密程度的吸窗孔,让2.5D或3D先进封装堆叠的晶片讯号可相互联系。 联电则具备生产中介层的机台设备之外,且早在10年前就已将TSV制程应用超微GPU晶片订单上。 等于联电完全具备先进封装制程量产技术的先决条件,成为获得高通青睐的主要原因。 一届认为,高通以联电先进封装制程打造的新款高效能运算晶片,有望在2025下半年开始试产,并在2026年进入放量出货阶段。 并外,知情人士透露,联电夺下高通先进封装大单,相关细节是高通正规化以半客制化的Orion架构核心委托台积电先进制程量产,再将晶圆委托联电进行先进封装,预计将会采用联电的Wall Hybrid Bonding混合建核制程,这一位联电全面跨足先进封装市场。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侃侃而谈,扩论有余,最后请你点赞,订阅,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谢谢。